我们也很乐意 大家久等了 白眼女神忍者少女出田 这两天终于有消息了 魔皇我拿到资料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们 快来一起看看 七代目小娇七的技能吧 出田的平A会使用柔拳 对目标进行多等攻击 一技能守护八卦64掌 出田在原地释放守护八卦64掌 持续攻击目标 二后出田进入五台状态 五台状态时 出田平A的暴击率会提高 同时开启五台模式 在五台模式下 出田的平A会有所改变 攻击频率会更快 二技能游拳掠 出田会向前冲死 如果攻击到目标 就会向目标打出一技双尸拳 同时平A攻击会变换为双尸拳模式 持续一段时间 但如果没攻击到目标 则没有后续的攻击 只会更改平A的模式 如果一技能的五台模式 与二技能的双尸拳模式同时存在 则出田的平A又会变化为另一种方式 奥义技能花招月息 出田和其他女团成员一起出现在场上 首先由其他女团成员将敌人抓紧扔到空中 然后出田同空月井在空中释放 守护八卦64掌 最后使用双尸拳终结目标 出田的技能爆料就是这样 下面魔皇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出田的技能都属于体数攻击 所以不能远距离起手 一技能的八卦64掌使用后可以开启五台模式 此时平A攻击的频率更高 全拳暴击伤害更高 二技能属于快速突进类技能 即使没攻击到目标 也可以开启双尸拳模式 双尸拳的伤害较普通 模式也有所提高 而如果在五台模式与双尸拳模式双开启下 再使用平A 不光是攻击频率会大幅度提升 攻击段数也会有所增加 这时再加上全拳暴击 我可不开玩笑 这一套下去 哇哦 你可能会死哦 奥义技能 魔皇在这里就建议作为斩杀时使用 好家伙 出田这个形象 魔皇我是直接沦下了 有和我一样想法的小伙伴 快跟我一起把三连奉献给女神吧 两个圆圆的东西快给女神拿来 女神马上给你爱的柔拳